OK 也事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看到有新的面孔 还有熟悉的面孔 我叫做毕涛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 11岁跟9岁 那么在这里 首先向各位伟大的父母致敬 因为我知道了 大家都是非常爱你们的孩子 而且你们又是什么 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所以你们今天愿意抽出时间 百忙之中抽时间 来参加这个分享会 而且我知道大家很多是 带着关于经典诵读的各种各样的疑问 还有问题思考 跑过来进这个分享会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思想 很伟大的 那么回顾一下在上一次 我们就讲了那个文史哲译 一个整体的语言的语言文化学习 那么上次我也详细的讲了 关于评书的好处 还有怎样听评书 今天我们来讲 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 经典诵语 那么说起经典诵读 大家首先会问 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诵读经典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它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 听评书可以培养孩子的 那个接受能力 和理解语言的能力 是吧 但是语言呢 还有一个就是 发放跟表达的能力 那么你们想想 如果孩子他肚子里面有知识 脑子里面有知识 但是如果他没办法自如的表达 那么最后他没有经过 专门的训练的话 将来他说中文也是结结巴巴的 没办法表达出来 那么就不愿意用中文了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其实语言和发音是一个很 很复杂很强妙的过程 因为他用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还有我们的肌肉 还有各个器官的配合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整个自然界 只有人类有最系统的语言 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就找了一张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列出了部分的 列出了我们在发音过程中 用到的那个器官 但是呢 这只是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还有更多了 像我们的肺啊 我们的胸肌腹肌都会用得上 而且除了这个还要需要什么 我们大脑里面联系知识 还有支配运动的神经系统的配合 才能完成我们整个发音 那么可以说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语言 它的发音的规律是不同的 所以都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那就好比是什么 打拳 打拳如果是打官少林拳的 你让他打个太极拳 他们可能就不一定那么自如 还是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那么我们看到 诵读经典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好处 也是很容易看到 就是锻炼语言的发放能力 增强语管 然后开发的大了 那么大家也许可问 既然是为了训练孩子的 语言的发放能力 为什么要选择经典 你让孩子读个儿歌 读个小故事 不也一样吗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诵读经典还有更好更高效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作用 好 回答诵读经典第二个好处之前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大家想一想帮你读一篇文章 有没有感觉 你是直接跟作者有个思想的交流 是有的是吧 那么来对比一下 这边彩色的是儿歌 都很熟悉什么 上山打老虎 老虎没打到 谁的尾巴长 谁的尾巴短 这些儿歌很熟悉 我家孩子也背过 他们是在学校里面学了 然后放学在路上 就在那背着玩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孩子背完儿歌之后 往往过了一段时间 就不再背了 现在我把我的孩子叫过来 背个儿歌给妈妈听 他们说那是给小小孩背的 不是给我背的 他们就觉得不适合 不愿意背了 如果像我这个年年 我还一天到晚背这种儿歌 除非我是幼儿园老师 你们肯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 是不是 可以说吧 很多数里是读完就放下的 读完就放下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大家随便看一下 好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来自道德经的 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来讲这个 是吧 还有骨子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这里整个是讲的治国 其家修身 还有正心诚意 治之格物 这样一个关系 是来自大学的 还有凡事欲者你 不欲则废 这个是来自中庸的 三人行必有我誓言 来自论语 还有什么 其所不欲 故事欲言 也是来自论语 那你们知道 现在其实这些句子 我们现在还经常的引用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些 这些道理给我们 分享给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道理 你跟孩子讲了之后 如果他一辈子能够这样做 那么你就基本上不用担心他 是吧 你想想又要记住 己所不欲 勿施欲言 那么我觉得他 在跟任何人的交往过程中 他都会得到一种很和谐的关系 是不是 好了 有了这种对比 那么大家会看到 你看这边的句子 那是经典的 你会感觉什么 迷毒迷心 这是我们用一辈子 去领悟和实践的 是吧 有了这种对比 大家就会觉得 到底哪个更有价值 哪样的文章 给孩子带来的营养价值 会更高 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来讲 经典宋度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因为 经典是中国的根文化 那么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什么是经典 经典是人类 各个民族里面 最有智慧 最有价值的著作 经典出现在什么时候 它一般出现在公元前的 八百到公元前的两百年间 尤其是在公元前的 六百到公元前三百年间 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那个轴心时代里面 全世界各个文化里面 各个文明里面 都出现了什么 伟大的精神导师 譬如说 在古希腊有亚里斯多德 有帕拉图 是吧 还有在那个 以色列有什么 先知们 在古印度 有释迦牟尼 在中国 有孔子 老子 基本上都是出现的那个时代 那么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的原则 是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而且一直千百年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 好 我们回到中国来看一下 这里这一棵树 我念了一个树 你们会看到 经典就是中国的根文化在这里 然后呢 你会看到在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当中 无论是唐诗 宋词 原曲 还是明清小说 还有近现代小说 你都处处都可以看到经典的影子 举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一下三字经 开头第一句是什么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它是引用了什么 引用了论语 洋获第15里面的子曰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大家会看到 经典是什么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引用的 是吧 好 我们再来想一想 如果这个是个体系 完整的来看 你觉得如果是学习 你是从职业往根部 这样更高效 还是从根部往职业会更高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就不详细讨论这个 这个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要大家思考 那么我们再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扩展来讲一下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 它有很多智慧 好 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它的语言艺术水平是挺高的 非常高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孩子 从小能够把圣经背诵下来的 你还要担心他英文的写作阅读吗 想一想 因为为什么呢 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 他把圣经背下来的 他那些句子是什么 张口就来 等到他的思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成熟到一定的程度 也是肚子里面有才华的时候 他下笔自然就是千言 你根本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写作的能力 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他的思想水平 就是说他肚子里面是有很多话 想跟想说出来 第二个是什么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也就是说他是否能够清晰而准确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 如果一个孩子把圣经背下来的话 很多的表达方式他已经学会了 无意就已经学到了 还有神的话也进到他的脑子里面 他也自然成为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你看看很自然的 再回到看来中国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把经典能够熟读的话 那么这个将来必定为他学习中文跟中国文化 打下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来讲一下 诵读经典的第三个好处也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就是底层参照系和思维方式的建立 前面我们看到 经典里面有大量的充满智慧的话语 是吧 那么 我们来想一想 其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一张白纸 你给他的灵魂打上什么样的底色 这个直接会指导着他将来的人生的发展的道路跟方向的 我记得杨振宁写了一篇文章叫父亲与我 父亲与我 他里面是这样写的 他说 在他九岁十岁的时候 他的数学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父亲没有在这个数学这条路子上继续往前来推他 教他微积分没有 相反的是 他父亲找了雷海忠教授 来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来给他讲解孟子 那么他请来的是他的德意门生丁泽良 那杨振宁就回应他说丁先生来了 不但教了他孟子 还教了他很多上古时候的历史的知识 好了 他说那些知识都是他在教科书上没有学到过的 结果呢 他就回想起这件事情 他说那个时候 中学时候父母要我来背诵孟子 我是没有说不得权力跟勇气 你看他也不是说很乐意去背诵孟子 是不是 所以他怎么样 勉为其难的把整本孟子装到他的脑子里 他装进去了 但是呢 他说后来他上大学之后呢 他怎么样 从事自然科学 一路走来非常的顺利 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的肯定 好吧 他说呢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但是后来他发现 小时候背诵孟子 成为了他以后为人处事的原则 也就是说 孟子的话已经在他心里面 形成了一套什么 价值体系 而且以后他面临所有人生 重大的抉择的时候 他能够在孟子的思想里面 找到正确的答案 那么他说 想起来是很奇怪 他说发现影响他一生最深的 并不是他所擅长的物理学 而是两千年前孟子的思想 是吧 好 我们看到宋读经典有这个好处 讲完了宋读经典的三大好处 那么大家课问 什么时候开始读经 我可以说 不一岁就开始 为什么 你们想想 中国以前是一出生就算一岁 可能那个时候他们也意识到 新生命是从什么受精卵就开始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什么叫受精卵 他们就说是负经母学 那么大家也许会问 太儿在妈妈肚子里面 这么想 怎么来读经 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读经 那么我们呢 接下来引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感知识学习 好 在中国最早的关于太教的记录 就是在汉代史记中记录了周文王的母亲太任 他写的太任有成 目不是二色 耳不听银声 口不出傲言 这是关于太教最早的文献的记录 那么在论语里面也有类似的句子 他说什么 非你误听 非你误事 非你误言 非你误动 那么你会看到那个时候 他们很重视太教 而且他们很强调什么 远离不好的信心 不但要远离不好的信心 还要给他最好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妈妈跟胎儿的心灵是相通的 相通的 而且他这个相通的那个能力 是一直缘系到出生之后的 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发现 胎儿在30周之后 他那个听觉系统已经基本发育好了 他那个时候可以听声音 可以学语言 在BBC News还有UW的网站上面 都有关于胎儿如何学习语言的文章 非常有趣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译子 中国的译 译声音 你看他很特别是吧 下面是个心 上面一个声音的音 他说什么 人发出来的这种意识 就好像心里面发出的声音一样 妈妈他的意识是可以直接给孩子感知到的 直接感知到了 好 说了这么多 我们只要是想说 在这个阶段 你的母亲是什么 如果愿意听经典 或者诵读经典 必定会潜移默化的 来熏涛你的孩子 好了 接下来 大家会怎么样来诵读经典 就是这八个字 正心诚意 放松朗读 正心诚意 主要指的是对家长的要求 也就是说 家长首先你要带头读经 而且要诚心诚意的做下来读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感知式的学习 你家长是否认同读经 是否接受读经 是否诚心诚意 做下来读经 你的孩子都感知到 都感知到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例子是 爸爸妈妈顾着上网打游戏 看八卦新闻 他的孩子能够把经典读得很好 没有 恰恰相反 我们看到很多是什么 家长亲自带头读经 孩子都能自然而然接受读经的 好 那么放松朗读指的是什么 主要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什么 眼睛要看着 手里要 心里要想着 口里念着 耳朵要听着 手要指着 你看这样子下来不是很多器官跟根笼都用上了 是吧 好 那么说到这里 我想起去年 有很多朋友 说要来观摩我们读经小组的活动 那么我觉得他们来之前 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面都在预想着我们读经小组呢 可能会有很多小玩意啊 小点子 小花样 小游戏 来带动孩子们读经 不过了 他们来了之后 无一例外的发现 我们整个读经过程非常的简单 怎么样简单 就是几个家长坐一起 然后说孩子们过来读经了 马上就开始读经 非常简单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读经了 原因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气氛 气氛很重要 大家想一想 你们以前在大学读书晚自习 你喜欢去哪里 一般会去什么 去图书馆 去课室 因为那是学习的地方 安静 都在学习 没有这个气氛 是不是 我们一般不会在什么 不会在宿舍里面 宿舍是什么 都是聊天吃东西 不像学习的感觉 是不是 好 那么当我们所有家长坐一起 马上说 好 开始读经 那时候就很快可以 经历起一个很好的气氛 第二个 就是 刚孩子当坐下来的时候 他们开始读经 那是他们注意力最好的时候 你想想如果是那个时候 我突然跳出来 跟孩子说 疯疯癫癫癫癫 开个玩笑 搞个游戏 我觉得孩子的门心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很难再把门抓回来了 是吧 好 第三个就是要培养他们良好的读经的习惯 我这里念了一个冰淇淋跟跑步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其实是来自我跟孩子之间的一番对话 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想带我家两个孩子跑步 每天跑2.5个米 那么最开始我就把孩子叫我说 妈妈想带你们去跑步 我就在地图上面给他看我要跑的线路 2.5个米 孩子一看 哇 2.5个米 差不多4公里 还看外面大太阳那么晒 他说 我要跑回来又渴又累又晒都不想去跑 那我就说 我说这样子 如果妈妈给你两个选择冰淇淋的跑步 你选择什么 孩子马上冰淇淋 那我就说 好 如果每天给你吃一个冰淇淋 和每天跑一个步 你选择什么 孩子又马上说冰淇淋 那我就在问他 我说 好 如果每天给你吃一个冰淇淋 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你有什么说获 那孩子想一想他说 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大胖子 那我想 除了你会变成大胖子 你还有什么说获 他就想了好久 摇摇说 没有 那我就在问 我说 如果要你跑步 每天跑一年两年三年下来 你有什么说获 孩子马上就说 跑步对身体好 连续跑下来 一年两年三年下来 我可能身体越来越好 我说没错 那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说获呢 那他们在想 我就引导他们说 你坚持每天跑步 你就可以培养你做事的一种韧力 这种韧性毅力和恒心 你把这种韧性毅力和恒心 你用到其他方面 你都可以有受益 一辈子受益 好了 经过我真的说 还是同意 去跑步 不过很快他们又提到说 妈妈 能不能两样都要 既要冰淇淋 又要跑步 每天跑完步 你给我讲了一个冰淇淋 那我就说这个有个问题 如果我每天跑完步 给你讲的冰淇淋 那么 你们就是什么 跑步的时候 老想着冰淇淋 你就不会体会到 跑步给你带来的快乐 我说妈妈从小 我从一年级开始 我就坚持每天要跑步 我觉得跑步非常好 我真的是觉得跑步 让我感到从中的快乐时候 妈妈愿意带你们来去跑步 那么 第二个 如果有哪一天 我忽然间忘记了 买冰淇淋 你就没有这种动力了 你就不愿意跑 就会放弃了 好了 经过我这么一番诉说 孩子说 同意了 不买冰淇淋 就跑步去 终于跑了第一天 下来挺累的 那他们累我也累 第二天稍好一点 因为有点适应了 那第三天又更好 好 就这样慢慢的 他们有点习惯了 那么有些时候 我下班回到家 我就很累 不想跑 孩子跑过来说 妈妈去跑步 然后我就 皱皱眉头 妈妈有点累 结果我的孩子说 妈妈不要紧 你骑自行车 我们去跑步 你看 他们开始要求去跑步了 是吧 好 那么就这样 我就骑自行车 带他们去跑步 好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妈妈我觉得 跑步挺好的 我说为什么 她说跑步的时候 看着蓝天白云很开心的 然后又看着路边的 花花草草又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 我跑步的时候 脚下生风 就像那个神行摆布 草上飞 你看他们 感觉到跑步的坏了 是不是 好 我想这个例子 我是想说明的是 你培养孩子 读经的习惯 也是一个道理 不要通过物质的刺激 来培养孩子的 引导他去读经 而是要怎么 家长带领孩子 进入状态 而且让他们能够什么 让读经成为自然的状态 我们一直说 重心诚意 放生难度 就是要让他们什么 进入状态 以前私俗的老师 读经读的都是摇头晃老 那是进入状态 但是我不一定说 我们读经要摇头晃老的读 但是一定要怎么 体会内心那种 专心自知的 这种感觉 好吧 好 接下来大家会问 读什么经 原则就一个 什么高级 什么样有智慧的 你就读什么 因为经典是什么 人类最有价值 最有智慧的经著作 可以说吧 不同的人 不同的民主 对经典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相同的是 这些经典都千百年来 指导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那么在过去几年 我们主要是读了这些经典 道德经 皇帝内经 周易 还有大学中庸文语 我们还见差读了 唐诗三百首 生律启蒙 还有文选的一部分 可以说 那些知识性很强的书 你也可以让孩子读 让他背诵 现代的知识 也很多 你可以把现代的知识 编成歌谣 让孩子也是先记忆后理解 也是可以的 譬如说 你们在座 有哪位大龙 大龙人能够出来 把人体解剖学 编成一个歌谣 然后呢 我觉得这样子 我也会让我家孩子包本背诵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接下来讲一个大家都很惯性的问题 读经是否讲解 是否讲解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么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想想两个事实 第一个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们都是什么 那个理解力相对弱一点 记忆力相对强一点 是是 好 你想想如果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 你跟他来解释知足 知足 知足 常足矣 你要费多少的蠢蛇 有些时候你费了很多的蠢蛇 他也不一定能够理解 是是 但是 那个时候你让孩子通过 那个反复的诵读 他可以很轻易的 把这些句子给记住 是吧 好 第二个 经典是我们用意识去理解 跟领悟的 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讲明白的 哪怕是现在专门来讲授 很多经典的大学教授 都不敢说他完全弄懂弄透了某一本经典 何况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读经妈妈呢 是吧 那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这样子 循序见经 也就是说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基本不讲解 等到他们大一点了 我们就开始讲一点 就是我们认为有体会的句子 为什么 因为只有那些我们自有体会的句子 我们才能够解我们自身的例子 来讲出来 那你这样传递出来的信息 会比较强 而且有说服力 孩子也容易接受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强调 家长要多读经 亲自带头读 还有中国有一句话 苏读百遍其异自现 这里呢我就想起我先生的爷爷 他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他已经九十多岁去了 然后呢他的思维非常的清晰 敏捷 而且他弹吐乳雅 腿脚明辨 没有什么毛病 九十多岁的老人家还能骑自行车 然后他就在 他还跟我说起 他说他小时候 在思书里面 读书 老师就是要他们背四书 背 不停的读 他就问老师 老师也不解释 就是背 他说很奇怪的是 那个时候 虽然他都不懂那些书 但是他很轻易的记住了 等到他将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某一个人生的经历 突然让他什么 灵光一伞 他马上就想起 哦对 那时候说过这句话 他明白了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好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到 其实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不需要给他讲解的 有些时候 等到他一遍一遍的送读下来 他会突然间 会悟出其中某一句话的意思 还有的时候 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 人生的某个经历 使得他突然间 就是灵光一伞 想起 哦 原来那句话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好 我希望我这里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好 我们之前都讲了那个 经典诵读跟评书 两个也讲了中文的学习 那么我们一直很强调的是 我们要顺应孩子和胎儿 在各个阶段 他发育的特点 来安排适合的学习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胎儿时期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要多听经典 听经典音乐 有条件的话 去游泥名山大窗 没有条件 看看名画也可以 那么我们也留意到很多的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了 那个读经典的 结果他的孩子一出生 对经典是自然而然的亲近 到了孩子会说话了 就可以轻松的把经典背诵出来 好 零到三岁 这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期 因为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你缺失的教育 是无法弥补的 举个例子 就像狼孩这个例子 不要记得 他小时候被狼收养了 结果呢 他就缺失了 在这个黄金时期 他缺失了接受 人类社会信息的这个机会 等到他以后 即使再回到我们人类社会里面 他长大之后 他没办法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也没办法达到 同龄人应该得到的智力水平 是吧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所以说吧 在这个阶段 你给孩子什么样的信息 将会决定 孩子将来的一生 非常重要 那么我记得 有位明星爸爸 他就分享 他说 他在他女儿小时候 婴儿时期 他每天就是 孩子睡觉的时候 在婴儿床旁边 很轻松的来放金刚精 他女儿到了四岁 就很轻松把金刚精背出来了 还有 譬如说犹太人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很聪明 出了很多天才 像什么爱恩斯坦 还有弗洛伊德 还有什么海涅 萧邦等等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 犹太人是非常重视孩子的经典教育的 非常重视 他们在孩子一岁半的时候 他们就亲自来读圣经给孩子听 等到孩子三岁的时候 他们就把孩子送到一个像私塾的地方 来背诵祈祷文 这个过程他不要去孩子里 就是背诵 等到孩子五岁的时候 孩子就要什么 开始背诵圣经摩西五经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 他们是多么重视孩子的经典教育 到了四到六岁 到了这个阶段 可以说吧 如果这个阶段呢 孩子在胎儿时期 跟0到30这个阶段 有听经典的话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 他背经典 是很轻松的事情 比如说在加拿大 有个小朋友 乐乐四岁的孩子 他很轻松了 就把论语整本背诵出来了 这是很多例子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建议什么 开始孩子要读经典 要听评书 可以说如果孩子从小 他能够把经典跟评书这两样 都能够充分的接触到的话 那么他们在他的脑子里面 就会无意中什么 形成一张很大的 语言跟文化的大网 一张很大的网 他会自动把信息给整合 等到他们听得多了 读得多之后 他自然就对汉字 会感兴趣 会感兴趣 那个时候到时候他在认字呢 他就会怎么样 自然而然的 把他认得的字 结合到他脑子里面 这张语言跟文化的大网里面 而且会记得老 那么我们想说的是 我讲了那么多 意思是说认字放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认字 在这整个过程中 不是最关键的 但是不要误会 认字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认字 孩子还是没办法 没办法达到那个自由阅读 还是要认字 但我很强调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根据在各个阶段 孩子的特点 来安排适合的内容 比如说 你不要在孩子三岁的时候 拿着孩子拼命的认字 拼命的刷字卡 给他讲讲汉字的意思 那个时候 你花了好多的时间跟精力 让孩子去认字 最后收到的效果 不一定理想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说他的孩子三四岁 给爷爷奶奶带着 认了很多字 到了五六岁 他基本上把大部分子 还给爷爷奶奶的 然后到后面 基本上对中国 也是没有提起兴趣 好吧 那么 讲到这 你看如果 之前要 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集中来过一个十字管 就可以了 就可以 可以达到自由阅读的状态 我讲了这整个十岁之前的整个规划 那么最后我很想强调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融入和背后我们这边的公共教育 来平衡孩子各方面的发展 比如说吧 孩子他的身体是否健康发展 还有他的各种技能技巧的培养 还有孩子怎样去服务社区的意识的培养 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人 孩子怎样学会关心他人服务社区 也是要靠培养的 那么这整个过程都有一个统筹的安排 好吧 我刚才讲完了那么多 我估计有的家长心里面有点想着急 为什么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 我的孩子十多岁了 还能读经吗 那我想说 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经的吗 我是我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才开始读经的 为了能够做个好妈妈 那时候我都快三十岁了 那你觉得迟吗 我自己说我觉得我不迟 为什么 因为读经 让我认识到我自己身上的很多很多的弱点 我一点一点的来修改我自己 经典给了我很多智慧 最后呢 他也指导着我的思想跟我的言行 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开始读经都是有福气的 那有的家里有可能会 我的孩子没有赶上头搬车 找搬车 这读经还有心吗 就像刚才讲的什么胎教 早教 那么我知道 说起这个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话题 很多人心里都有着复杂的心情 那以前我也在思考到底那个起跑线在哪里 后来我发现这个起跑线一体不停的往前移动 还移到了什么早家 胎家 还有怀孕前的准备 甚至结婚前的准备 这样推下去 我觉得推到祖宗十八代都有可能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 我觉得其实起跑线在哪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诵读经典 你的根本目的是为什么 好 我来讲几个小故事 释迦牟尼佛有十六个尊者 他挑了十六个尊者 其中有一位特别笨叫盘陀奇人 他怎么笨呢 他在孤独園安安安来给他剃度出家的时候 教了他四句寄送 那么不要详细啊 我不讲 大概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诸恶物作 众善奉行 莫子自我 正知正觉正命 好了四句话 那个盘陀奇人每天在念 但是三个月过去还是没背下来 跟他一起出家的笔记里很多都背出来 他还是没办法背 那么看到博学多闻的安安安都没有办法来教会盘陀奇人 那么佛陀奇就怎么 决定亲自来教他 佛陀怎么教呢 就告诉他 你每天就在寺院里面打扫卫生 附去那个上面的灰尘就是附尘 然后呢 来寺院里面很多比丘尼鞋上有脏的泥土 你把那个污垢掃去 每天你就做这两件事情 浮尘扫垢 一边做一边在念这两句话 就是浮尘扫垢两个词 盘陀奇虽然他笨 但是他为人非常老实 又很用功 他每天就做这两个事情 结果呢 有一天他突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并且他把这个道理落实到他的行为上 最终他也修得正果 你看他记的东西不多 就两个词 他就也能修成正果 还有呢 比如说《论语》里面好多句子 有的教授问 哎呦那么多句子怎么记啊 那我就跟他说顺其自然 当然能够俗读成诵是很好的事情 背诵确实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 诵读经典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说什么 锻炼语言的发放能力啊 还有什么语言文化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什么 让经典里面的思想 经典里面的智慧 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 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论语》第一章 就有这句话 《紫下约》 他说什么 他说 弦弦异色 是父母能结其理 是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无必未知学矣 他的意思是说 你做到了前面四样 虽然他说他没有读过书 但我认为他是个大询问的人 你看他 《论语》还是很强调什么 行为 最终要看你的行为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论语》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就是《子供》问孔子 他说 《子供》 很多句子他没记住 碰巧他记住一个数字 他记住了 然后你想想 他在生活当中 如果他都是什么 每天跟父母的相处 跟兄弟姐妹相处 他能用到这个数字 他在外面跟同学相处 将来他拿出来工作了 跟同事相处 他能用到这个数字 他肯定是很和谐的人际关系 将来他要结婚生孩子了 他继续 你记住这个原则 他肯定也是家庭很明满 那你还要担心他吗 这就大说话了 是不是 又譬如在圣经里面 在那个马可福音 有这么一句话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当时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有一种当头半喝的感觉 因为我读到这里 我就突然发现 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后来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不停的来跟字说 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到现在还没做到 只是努力的去向 那么你现在 如果你的孩子 能够更想记住这句话 他每天跟字说 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温柔的对待你的父母 跟兄弟姐妹 温柔的对待你 周围的同学 你将来出来工作的同事 还有你将来结婚之后 你的配偶 那你还要担心他吗 不用担心了 都已经很好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还 在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比喻就是撒种 这是马克福音里面的 马太福音里面 他是说的 他说撒种的人 撒种的人出去撒种了 有的种子什么 落在那个路旁 飞凉来吃药了 又有种子落在 在岩石地上 岩石地当然没有什么土壤 因为土壤不深 种子立刻发芽 太阳一出来 就把它晒干 既没有根 就忽悔了 又有种子落在荆棘里 荆棘长起来 就把它挤住了 结不出果实 又有种子落在豪土里 生长茂盛 结出果实 有30倍的 有60倍的 有100倍的 好 我来问一下 既然那么多的种子 它撒出去之后 是没有接种子的 没有发芽 也没有接出果实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撒种 大家心里很明白 因为如果你不撒种 就永远都不可能 有发芽和接果实的时候 但是只要你撒了种子 只要有一颗发芽 你的孩子怎么 就有的收获了 是不是 好 我再来举个比较 简单一点的例子 像跑步 都说跑步很好 譬如说现在 很多孩子跑过来 一起来跑步 那么在这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有的孩子 他的耐力特别好 最后他可能会去跑 马拉松 成为世界的马拉松冠军 有的孩子 他什么 可能是他爆发力特别好的 他就会怎么去跑 短跑 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短跑冠军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这么多的孩子里面 绝大部分的孩子 既不会去跑马拉松 也不会去跑短跑 他们会怎么 让跑步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开开心心的跑步 过着健康的人生 这就是大收获了 是不是啊 那我觉得我们读经 带孩子读经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撒种 不停的撒种 让经典的能够成为孩子 生活的一部分 让经典来陪伴孩子的一生 让经典来指导他们 以后人生里面的思想和言行 可以说吧 读经的孩子是有福气的 是有福气的 好 至于现在的孩子 那么多孩子来读经 我们相信 将来在这孩子当中 也会出现什么 下一个杨振宇 也会出现有下一个孩子出来 编出阿发狗 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讲了这么多 各种各样中文学习的内容 我们来强调一下中文学习的节奏 我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上次我讲完了评书 有朋友跑来问我 他说毕涛 你听评书很好 一天听多少时间好 又有人来问我 读经典一天读多长时间好 那么我就说 一张一尺 鬼目之大 你自己去体会跟把握 因为这首书大家都很熟 我就不读了 为什么呢 举一个最实在的例子 比如说 听评书很好 我也喜欢听 我的孩子也喜欢听 那么 你想想有时候一郊外出 在路上你开船连续看两三个小时 你会发现第一个小时 孩子听评书 兴致而然 第一个小时下来 他们有点累了 可能就不愿意听了 那么那个时候 我就要把评书给停下来 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是什么 在孩子 在胎儿到应用儿各个时期的特点 那么我一直很强调是什么 按照他不同的阶段的特点 来安排适合的内容 而且这整个过程真的要家长自己去体会跟把握的 最后来讲一下理想的学习状态 就是顺应规律 然后做到愉快的学习 可以说吧 这是个目标 这是个目标 有时候我们在学习 不是说学每一样东西 或者你在学习的每个阶段 你都能达到这种状态 不一定 有些时候需要怎么 经过你一番的勤奋跟努力 你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快乐 就好比爬山 你爬山也要爬到一定的高度 你才能看到美景 你才知道爬山很好 是不是 像朗朗他也说过 他说感谢他爸爸 帮他培养了对钢琴的兴趣 是吧 好 最后我们来以一首试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会 就是一如一道一世流 三子各化万千秋 到底说了什么话 一字真言笑不休 那么这里说的是什么 三教九流 都讲了很多道理 那么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 就是体会内心的 那种喜悦的状态 喜乐的状态 举个例子 你想想 现在那么多古今中外 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他们有过得大成就的人 如果他们不是对他所重申的事业 或者工作 是达到痴迷的状态 能够体会其中的这种喜乐的状态 他们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举个例子 爱因斯坦 如果他每天是什么 大家去研究他 去研究物理 去研究物理 你觉得他能够提出相对论吗 不可能 是不是 还有的人就问 爱因斯坦说 能不能把我带去看一下你的实验室 就问爱因斯坦怎么 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指 一支笔 他说这就是我的实验室 你看他的实验室是什么 24小时戴在身上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们提出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就是说能够做什么事情都快快乐乐的 我们知道这是个目标 那么我想说的是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家长用心去体会你家孩子的状态 而且要够安排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合适的时间来做合适的内容 而且真的是不停的来调整你学习的方法 不停的调整 不停的摸索 那么你就有可能趋近到这个状态 那最后了我就想衷心的祝愿大家 你们的孩子在学习中文跟中国文化这条路上 能够满怀喜乐的前行 好 谢谢大家好 那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问 好 谢谢